我们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请把这个值 请问一下 这个值是不是应该是数值 好 这个是文字 没问题吧 这个是文字 这个是文字 就是以它的类型来说 好 那这个值 它既然是数值 数值就不能是文字了 好 所以请选这个值 改成什么 请问是整数可以吗 我们计算这里面 它的 它好像是 千还是百万 就是 要看那个财政部 它网站上面 它写的单位 单位 就是进口的单位 好 来 请改成整数 那 所以 所以 有看到吗 这些 A罗 各位 那个A罗是什么 好 我先把它删掉 有看到这条横线吗 请问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就是在中国大陆进口的植物产品里面 麦类是没有进口的 然后玉鼠鼠是没有进口的 大豆有进口938 可以吗 可是 这三个加总起来又不等于这一个值 有看到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应该是不是有一个 是 其他植物产品 对吧 好 其他植物产品就是这个 30382-938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吧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 记得 值 要 改成 整数 这样子我们到时候才能够计算 好 当值一改成整数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那些原本的横线变成error 对吧 请问这些error可不可以移除掉 可以 就是这一列 代表就是 中国大陆亚洲 这个 没有 没有 这个值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怎么样去把这个error通通移除掉 所以 好主要见 要点到这个红色 红色我刚刚是不是有讲 红色是什么意思 绿色是什么意思 好 来 滑鼠右界 然后 移除错误 好 不晓得各位 刚刚还记不记得 刚刚 是不是绿白相间 绿色是什么意思 是活的资料 但是它旁边伴随着是红色 红色资料就是资料内容是有错误的 所以你必须要做完清理 做完清理之后 它才会给你正确的颜色判断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请点选常用的官地定套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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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